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做好了静态的会议详情页面,如果用户想要添加会议成员,那么就可以点击页面上的加号图标,这个时候小程序就会跳转到会议成员页面。 大家先不用着急写后端的加挖代码,这节课咱们先来把静态的会议成员页面给实现一下。 我现在打开了手册文档,这一集的视频对应的是手册里边的第六章第六小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咱们要设计的会议成员页面的截图吧。 那么这个页面的截图大家请看,里边的这个成员是按照部门做了一个小的分组,里边放置的是员工的列表,那么在这儿是部门的名字,后面有部门的人数。 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带复选框的列表,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呢? 这个非常的简单,因为在小程序里边是有checkbox group这样的空架,就可以实现带复选框的这样的列表了。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一会儿我们拿标签就可以很轻松的实现。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要创建的页面吧。 在这儿咱们要创建的页面叫做members.voe,包括它的类似文件咱们也创建一下。 特别引用这个类似文件的时候,我见过非常非常多的同学,就是不给我写这个language等于类似属性,然后运行小程序的时候发现小程序报错了。 那么其实呢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你引用类似文件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language属性给写上去,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切记切记。 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给这个页面的标题文字设置一下,比如说这个标题文字呢,咱们写成叫做选择成员。 这个页面里边的静态数据呢,咱们到模型层里边去声明一下。 比如说咱们在模型层里边定一个list的数组,那么这个数组里边每一个元素啊,就是一个小列表。 这个小列表呢,删到部门来划分的,比如说这个部门的ID等于1,然后接下来就是部门的名字,以及部门里边的人数。 那么这个members书组呢,就是这个部门里边的成员咯,比如说用户的ID啊,还有用户的名字。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用户是否已经被选择了,那么这块给个处,就是代表说他被选择的意思。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部门的小列表,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门的小列表,ID呢是2,然后部门的名字,还有部门的人数,以及呢部门里边的成员。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各位同学,咱们回到HBO的X工具上面,我们把页面啊创建一下,然后把这些模型层的数据给声明一下。 那么各位同学,咱们去把members页面给新建一下,在这儿我选择新建页面。 这个名字呢刚才已经说了,叫做Members,OK。 那么有了这个页面以后呢,连带着我赶紧把它对应的Less文件给新建出来。 这块呢叫做这个Members.Less,OK。 那么现在呢这个样式文件已经有了,咱们赶紧去引一下这个样式文件。 这块是Language,它的这个类型呢是Less,接下来呢是TryImportURL,我们要引用的东西呢叫做Members.Less, S,结尾加分号,保了保存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到这个模型层里边把数据呢给声明一下。 各位同学请看,现在模型层里边的数据呢我就声明出来了。 比如说呢,这个Less里边每一个元素就是一个小的列表。 那么这块是管理部的数据,这块是技术部的数据,这个都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一下,在这个模型层里边有一个Members的数组,这个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个数组里边保存的就是被勾选的那个员工的UserID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们在这个页面勾选完用户以后呢,那么跳回到上一个页面,向上一个页面传递的数据呢,就是勾选的这些用户的ID就行了。 不需要去传什么这个部门的名字啊,还有这个人数啊,这些都不需要上传的,我们只需要传递纯粹的一个数组就行了。 这个数组里边记录的就是勾选的那个用户对应的UserID。 好了同学们,那么这个页面定义完以后呢,接下来咱们去给这个页面的标题设置一下。 咱们找到pages.json这个文件,那么咱们去看一下新建的这个页面吧。 那么新建的这个页面呢叫做members,那么它的这个标题叫做选择成员。 好了,我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我现在呢是切回到手册里边了,那么同学们咱们看一下这个页面里边试图层的标签怎么去声明吧。 比如说在这儿呢是跟标签没啥可说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也用一下这个checksboxgroup空件。 那么这个空件呢是小程序里边定义好的这个空件。 那么各位同学咱们也用标签就行了。 那么当这个空件里边的选项被这个选中或者取消选中的话,会这个处罚趁着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对应的回调函数叫做selected,当然这个函数呢需要我们一会儿自己去声明。 在这儿呢我就先把这个回调函数给这个也用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咱们这个里边的内容肯定是要循环生成的,对吧? 那么咱们呢从这个list的数组里边取出一个元素,那么这个临时变量的名字就叫做dpt。 这个dpt保存的东西就是一个小列表,这个列表的内容呢是一个部门。 好了同学们,咱们看一下这个标签并不是will标签,是block标签。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标签专门是给这个v4或者vif标签去用的。 那么咱们比如说在这儿写的是v4循环,那么这里边输出的东西是正常显示在盗墓树里边没问题的。 但是block这个空架呢是不会出现在盗墓树里边。 所以呢它只是用来这个循环生成内容的,它自己呢是不会输出在盗墓树里边。 这一点各位同学需要注意一下。 关键在于下面的这些will标签输出的盗墓树就行了。 好了同学们咱们看一下,这个dpt保存的是一个部门的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这个key呢插值的东西啊就是部门的ID。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这个will标签。 这个will标签定义的是什么呢? 是部门的名字,包括还有这个部门的人数。 那么下方呢就是小列表了,就是这个部门里边的成员。 那么肯定是要用这个循环输出了。 咱们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dpt代表的是一个部门,这个部门里边的成员是一个数组。 那么取出这个数组的元素,保存在临时变量member里边。 那么这个空间的样式叫做item。 然后在这儿呢咱们做的这个插值就是成员的userID。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这个列表里边的内容。 那么左侧呢放置的是成员的名字, 右侧呢放置的是一个辅选框,样式呢叫做value。 那么咱们这个辅选框的值从哪来的呢? 就是这个user的ID。 那么这个辅选框到底选中还是没有被选中? 它是怎么来的呢? 是从咱们这个member里边checked获得的。 那么之前我们看模型层里边的这个checked的数据呢, 有的是true,有的是fails。 那么true就决定了这个空间被选中, fails呢就决定这个空间没有被选中,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了同学们,一会儿呢我们把这个标签呢给声明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需要定义类子文件了。 好在这个类子文件里边的内容啊并不是太多, 大家看一下,对吧? 所以这节课呢咱们就可以把这个页面呢做好排版。 我现在呢回到了members.voe这个页面, 那么咱们把视图层的标签给声明一下, 比如说这个跟标签引用的样式呢叫做配置。 那么接下来呢里边的这个内容啊, 咱们去引一下checkboxgroup这个空间, 它的这个事件呢咱们去声明一下, 比如说趁着事件, 对应的这个回调函数呢叫做selected, 但是这个函数不存在, 以后呢我们再定义。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用for循环生成这个空间的内容。 在这呢我去声明一下block这个标签, 它里边呢是有这个vfor循环的, 那么这个vfor循环写的就是dept, 然后呢是enlist的OK, 那么再有呢就是写上这个key属性, 它的这个值呢是dpt.id, 好嘞, 那么这个block里边的东西呢就是vfor循环写, 在这儿我把这个vfor循环写声明一下, 比如说这个标题的样式呢咱们声明一下, 叫做listtitleOK, 那么现在这个标题的文字呢咱们规定一下, 这块呢是dpt, 然后点什么呢是dptnameOK, 就是部门的名字, 那么后面呢还有这个部门的人数, 那么各位同学请看, 在这儿呢写上中文的小括号, 里边呢写上表达是输出的是这个部门的人数, 那么这个vfor标签写完以后呢下方还有vfor标签, 下方的vfor标签呢它的内容可是要这个循环生成了, 这块它的样式呢比如说叫做item, 然后呢它的内容是要循环生成的, 所以在这儿我们给它配上一个vfor循环, 那么咱们要循环的内容是dpt里边的members, 这是一个数组, 然后呢咱们声明一下临时变量, 这块就叫做member吧, member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好嘞, 那么咱们要给它配一个key属性, 在这儿呢这个key属性的值也非常的简单, 这块是member.userid, 好嘞, 这个vfor标签的内容我们去声明一下, 比如说这一行左侧呢放置的是员工的姓名, 它的css样式比如说叫做key, 里边的这个表达式呢就非常好写了, 这块呢咱们调一下这个member里边的name, 好了, 这是我们把这个vfor标签写了一下, 那么这个vfor标签的右侧呢是一个浮选框, 这块呢叫做checkbox, 那么它的这个样式呢比如说叫做value, OK, 那么它的值从哪来呢, 咱们看一下这块是value, 它的值啊是来自于member里边的userid, OK, 那么它的这个选中还是没选中的状态从哪来呢, 这块呢它有一个叫做checked的属性, 它的这个值呢是来自于member里边的这个checked, 好了, 各位同学这个页面的标签呢咱们就写完了, 对吧, 整体来说呢没有什么东西, 对吧, 比较的简单, 那么各位同学你把这个标签写一下, 一会儿呢我们去写一下css样式, 我现在呢切换到lice文件上面了, 首先呢还是要引用一下公共的lice文件,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根标签配置, 它的这个css样式给声明一下, 那么咱们这个根标签呢是有内天充的, 四个方向的内天充, 比如说上右下左分别是0, 然后是35rpx, 再来一个是65rpx, 那么最后呢再来一个35rpx, 这个顺序呢是上右下左, 那么再往下呢咱们看一下, 里边的这个根标签下方包含的这个空件,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标题, 它的这个样式叫做list title, 那咱们把这个样式呢去给声明一下, 这块呢是list title, 那么这个标题文字呢, 它这个上外天充和下外天充咱们规定一下, 因为跟上方跟下方都有一个间距, 对吧, 那么上外天充呢是55rpx, 这个下外天充呢是25rpx, OK, 那么再有就是文字的大小呢是32rpx, 还有就是文字加粗的, 就是font weight等于board, 接下来呢就是文字的颜色, 这个文字的颜色是这个蓝色的, 那在这呢我们就演一下是back ground, 然后是横线color, 好嘞, 那么演完这个变量以后呢,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就是它的左边框线, 左边框线是一个蓝色的这个边框线, 那就是border left, 这块呢是solid的, 它的这个粗细呢是15rpx, 它的这个颜色呢, 咱们就演一下这个是蓝色, 对, 把这个样式呢引过来, 那么再有呢就是文字和左边框线之间呢, 是有一个间距的, 那咱们就规定一下这个左内天充是20rpx, 这个标题样式规定完以后,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块有item, 这块有key, 还有这个value样式, 那么咱们就连带着给声明一下吧, 咱们在下方的这块规定一下item这个样式, 然后里边呢有样式key, 那么再往下呢是这个样式valueok, 那么咱们把这个item样式给规定一下, 大家看一下, 那么咱们这个item呢代表说是一行, 这一行里边的空件是要水平排列, 而且是两端对齐的, 那么各位同学不用说了, 咱们给这个item啊, 上来就加上display, 它的值的是flex, 那么两端对齐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space between就行了, 那么再有呢就是这里边空件的这个文字的字体大小, 方的size比如说是30rpx, 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空件的内天充, 我们规定一下拍顶, 还是上右下左的顺序, 这块是30rpx, 这块是10rpx, 再来一个30rpx, 最后呢来一个15rpx, 那么规定完内天充以后呢, 接下来咱们给这个字体的颜色规定一下, 比如说这个字体的颜色是灰色的, 那咱们就演一下这个font colorok,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key, 还有这个value的样式, 这个key呢是左侧的文字, 这个文字的样式呢在这已经声明了对吧, 所以这个key的样式呢就没什么好声明的了, 那么关键就是这个value, 那么这个value呢我们把这个模型给它改一下, 因为这个value空件, 大家请看一下, 它是一个浮选块, 我把这个浮选块的模型给它改成是block模型, 那么这块呢我就加一个display, 它的这个值呢是block就行了, 最后呢咱们给这个列表像加一个下边块线, 那么它的这个样式就是boulder bottom, 那么具体的这个线段类型呢是solid, 粗细呢是erpx, 那么颜色的话是f0,f0,f0, 好嘞, 好了同学们, 咱们把这个页面运行一下吧, 我现在呢把这个小程序页面啊运行起来了,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按照部门分成的这个小列表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吧, 那么咱们去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员工的姓名是在左侧显示的, 那么右侧呢显示的是一个浮选块, 当然这个浮选块我可以勾选, 也可以取消, 这个都没问题, 对吧, 好了同学们, 整体来说呢这个页面的排版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同学们, 你把这个页面的排版去测试一下吧,